首先这次的人类的这种病毒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 它就是三个层次 我多次说过 这次人类面对的就是三个层次的较量 有神和无神 肯定是共产党输了 它是无神人是假的 它被消灭了 第二 就是世界上的自由 就是家天下和民主天下 就是一人一选票的政府存下去 还是说就像共产党 还有像哈萨克姿态一样家天下 还有共产党的现在是习次天下 当然一定是民政府 个人为主的政府 民主社会有神 第二条肯定已经百分之七十了 剩下第三个 就是你看到的 我们今天说真正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 一定是共产主义 肯定是财富归国家所有 权力归个人所有 这肯定不可能的 家天下它一定是被灭 所以就百分之百定局 它是共产主义被消灭 然后信仰重建 人类的民主 不能被利用工具 民主不是过度 是民主被利用 民主要完善 然后再一个 共产主义实际要被消灭 而不是说让它什么样存在 这是一定的结局 这个时候就是我认为 新中国联邦提倡的共产正道主义 会代替一切 会帮助一切的建立 旧火bros 旧地平址 旧地平址